观众朋友们大家好 欢迎收看由人民体育为您带来的Master对局精姐 我是唐义 今天我们请到的嘉宾是赵哲伦四段 赵哲伦老师你好 大家好 今天我们为大家带来的是由Master对袁胜珍的对局 是由Master直白 我们来看一下这款棋 棋是小木开局 原来是袁胜珍的黑棋 对 这个的白棋 然后是新的 这个 看一下 凑小木 然后是新的 挂起来 挂起来 应该是早期Master的棋 就是好像是前50级里面的 对 以盘棋 好像是 然后当时好像Master走的都是以二连星为主的 对 然后后面好像我看后面Master才有的小木或者是什么的 刚开始好像我看全部都是二连星 哦 他习惯一下二连星 对 挂脚 嗯 一级是脱退 嗯 这部局应该是非常很常见的一个部局吧 你曾经是似乎有一度非常流行 对 它是高的 它是挤了一下 然后拆 这拆好也有低的刚才他一摆的 嗯 然后高的当然也可以啊 嗯 这两个就看 嗯 等于是 两个都可以 但是就是看那个棋风的问题 高的话呢 就对上面稍微好一点 但是以后这个正过来的话 在这边可能稍微有一点问题 嗯 以后有可能会接有这个 对 有底下的这个漏 对 但是总体像这样应该是一盘比较 我们这些就比较皮实的一盘棋 就是没有基本没有发生特别特别大的战斗 就刚开始的时候 就刚开始一般就好像逼的比较多 不管是低的还是 对 低还是高 但是白的可能会在这边走 对 这个好像都有吧 这样 对 这样等于就是形成战斗 你是不是跳这个 可以吗 跳这个 嗯 接下来可能就下的什么靠 什么这些 嗯 就比较多了 对 就比较复杂 对 好像就是这个比较积极一点 嗯 不过他这盘棋 好像总体的策略就是比较皮实 就是下的没有特别的 他可能是想以布局的时候 双方下的尽量的稳健一点 然后在中后盘再发地 他可能是一个这个策略 对 那应该也是快棋 可能也来不及特别的考虑 白棋是选择的一均 低下 但从实战来说 他这个选择肯定谈不是好 对 他实战选择是点33 对 点33 然后等于说跳出来 这两个都是低的 对 然后等于是白棋肯定是无不满 因为白棋这个地方本来是欠一手棋的 对 他这个地方本来正招的话 肯定是应该补一个的 然后实战没有补 从正常的逻辑来说 黑棋肯定应该是惩罚白棋 不管是逼这个或者逼这个 那等于实战是他走这个 被白棋逼入之后 白棋其实相当于省了一手棋 这地方就不用再补了 他这地方本身就是一个后市 然后正好也冲着这边 对白棋其实是省一手棋 从我们职业棋手的这个角度来说 应该是白棋没有不满的道理 对 那逛完以后有推荐的下方吗 推荐的就如果不点脚 只有跳起来了 那其实白棋跟着跳 对 然后正常来说可能是定式 定式的话好像是 这个好像现在这个场合不太合适 白棋肯定就冲完爬回来了 是爬还是飞 搞不起 爬完再飞 这样是不是白棋似乎也可以满意 也可以满意 但这样是不是黑棋比实战好点 小飞 小飞一个 然后点三三 不知道 接下来可能就搞不清了 下什么的都有 或者白棋单飞也可以 可以补一个 补一个 白棋下的时候也不知道要走哪 这样就是另外一番棋了 对 实战他这个选择 白棋来说肯定是满意的 点三三 嗯 这是最普实的一个定式 它是爬的 这地方MASTER我觉得下的还是挺好的 对 因为以往我们学的定式都是接上的 对 它爬一个的话就是对底下这边要好一点 嗯 它沾的呢就是对头好一点 但是因为现在黑棋这个贴 其实是不太可能会贴在这边的 因为上面大家看特别扁 也双方都不是都很难发展 所以说他就把这个子放在这地方了 然后就是反正你贴我就跟着硬嘛 也无所谓 黑棋也不会走 那对底下的这边 以后不管是打入也好 尖中也好 这个字的位置要比在这儿要好一点 木树也好一点 最少木树也差两不清 嗯 对 像这样肯定是布局白棋不错 对 因为正常好像我们说这地方应该是有一个 对 省一手棋 对 省一手棋 现在白棋不用走了 对白棋不可能走 至少也是高的 对 白棋抢到这个 这个非常大 嗯 黑棋飞压 黑棋飞压这其实都是特别损地的 它这上面走两个都没什么用 因为上面已经都是白棋了 对 它这走两个等于是白棋非常舒服的爬完一跳 这木又捞着 然后黑棋还没火 然后黑棋也必须得再走 嗯 然后白棋就很稳健的就跟着硬 然后黑棋是先冲这个 这个是不是有点损控啊 感觉 因为现在等于其实基本上都定型了 对 那是不是干脆就就抢地吧 有可能 我觉得 所以说我说它这台棋感觉没有特别的发挥啊 或者是说它的策略就是下的比较稳一点 从这个点 从这个挂角点三三到这边 这些手段感觉都下的非常的稳 就有一种那个要生拿那个马刺的感觉 也有可能是比较惧怕 其实原生针的棋风不是很善战吗 对 它这打入我觉得应该可能也应该打入 它这个下法实际上这下法感觉有点安乐死的感觉 白棋飞一个 这样下完下一步就没什么特别打入棋的招法了 然后是吊了一个 白棋飞 这几个也不见得便宜 对 这应该不敢跳吧 敢跳吗 跳的是不是直接就给罩住 直接给罩住 好像有点危险 感觉杀不过 然后是搬了一个 它这边花手棋我觉得也不见得便宜 对 好像没太看懂 这部棋其实这个拐我觉得挺大的 嗯 拐的白棋是不是得给人家硬 得搬个退 搬个退 这是不是走两个再走那个也好 还是它觉得不便宜 主要这好像也 这也贴不起来 贴可以飞出来 对 没得走好像有一点 这些确实不好下 贴不出目来 这样简单来看就是贴不出目来 它这个实际上可能就是越来渐行越渐远了 它这再花了一手棋 因为这得走 不然这一尝 这就不知道在干什么 刚才这块也没活 这尝完之后再过来的话 这块也得被勾 所以它这斑也是没办法 既然走了就得接着走 然后白棋是前到这个 这个也非常大 这些我以为是飞在这儿的 等于是它强调对这两个子的压力 但你飞在这儿它拐还是先手吧 你就还是挺难手 你不走太一跳 你还是挺难手的 那我这个好像这个就有点缓了 对 所以它肯定是 还飞在这儿好 它下的还是没毛病 从这样感觉黑棋时空明显不足 然后全局也谈不上后 因为它这两个带来看明显是鼓起 然后这边这块和这块还没连起来 也都还不活 白棋全盘都是很 很扎实 对 非常扎实的 木属 对 等于说这两个黑棋没有追究 等于白棋没有补的时候 对啊 白棋这就是省一手棋了 本来也是这样下 对 本来一般正好会应该有一个 对 现在像这样感觉黑棋已经比较困难了 如果没有什么非常的手段的话 感觉是贴不出蒙我 它实际上是推这个 嗯 然后白棋是 嗯 这一看就是电脑的招法 对 如果是人类肯定不会 肯定会保留 对 肯定不会这么下的 但电脑它肯定觉得优势了 它就 电脑所有的优势的棋 它都会把棋就走干净了 就这样它的优势明显化 但人类就不愿意 人类都是想能保留到最后一天 这样才好 对 嗯 这期第一盘好像是飞在这儿的 是 我第一盘也是在这儿 然后我从实战的推理 是不是怕黑棋跳这个 我猜测 是这样吗 我知道 但跳这个好像也没什么 对 跳这个我是不是可以顺势围 或者靠一个这样 对 我觉得是 它是不是跟这两部也有点关系 就是我已经这有子了 我就不用从上去 啥可能是这意思 我感觉 因为这部棋相对来说 可能还更虚一点 就是没有空 它这部棋就是很 因为它实战是走在这儿 对 因为黑棋肯定不可能再理它了 因为理它再被走在这儿 就快死了 所以说它这走着 基本上就相当于捞了一票 它下一步这个虎子打吃 也是有价值的 对 等于还是在抢控 然后它觉得中间的 这种招法虽然是很凶 但是外一勾不到的话 是不是有可能落空 然后这边还有 对这边还有 外一以后还有可能被靠出来 对应该是这样 它这样下的可能不够稳 我觉得从电脑的判断的 它的走法来说 因为它这都走掉了 我觉得可能是这么想 当然也不能说这部棋不好 这部棋也是非常好的一点 至少是第一感 白棋实战是 对它是靠这个 那黑机不能再硬了 这没法再硬了 跳出来 白棋这个是白棋的新手权利 所以白棋走两下还挺舒服的 然后白棋是这个 其实我看到这部的时候 我就会想 这是不是跳异好一些 这样的好像白棋一眼 也没有看到很严厉的下 比如说真正也有可能 白棋可能也得沾 这确实是不太好下 但应该是前面的问题 我觉得 反正主要它实质 这边都无所谓 反正只要白棋 别让黑棋中间成空就行了 对 反正大家都中间都没空的话 白棋实地就明显也要好 对 黑棋这块其实是14 这个是11 25 加上这个35 加上这个现目前目测的 也就5目级吧 不算这个后位 对 然后是40 实际的可能性 也就这一点点 对 5目级最多了 白棋这个就10多亩 这个10多亩20多 这个15 15总有 那已经是40多了 天目困难 反正正好是下上 这样 天目非常困难 所以它走在这儿 这个好像主要是没法补了 这个肯定下不出手吧 这正好凑别人一场 对 它关键 关键这还还有 对 你怎么不好意思 对 它关键它走完之后 下一步还不知道走哪 对 因为这还是有这个段 它要不它可能还就一手其算了 但这样又觉得太缓 白了可能就傻傻地往前跳一跳 对 这个地方好像白棋还能成点空 对 看起来 反正这儿黑棋没空了 对 而且下一步这一飞好像 嗯 还有点 还能围一点 嗯 实战等于黑棋这时候觉得忍不了 靠了一个 嗯 嗯 长 嗯 白棋这一靠 这好像有点抵挡不住 我觉得 实战下方好像已经 因为这接被吃掉肯定不行 它这个好像也也不太行 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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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当黑棋这个选择扳的时候 这个地方已经其实是一本道了 就后面这些下方基本是没有任何的变化了 对 嗯 这个其实是很明显是黑棋不行 不太行 对 对 这个也没有办法吃一个 肠 白鞋就跳 黑棋断 白鞋就吃了虎 它是斑的 哦 对 嗯 嗯 然后再贴 贴 贴了一个 对 再贴了交换 然后再 对 下成这样是不是基本上胜负已定了 对像这样等于是 秋后算一下账 就等于是黑棋这四个字是硬死进去 然后顺便带白棋这地方等于是本来这飞也是一手棋 现在也省了 对这地方全都是木 嗯 然后黑棋所得呢可能就是这个地方得了一点 得了大概十多木 对十木齐左右 然后这两木 对 然后这中间因为被贴过来呢 这地方还头还不是很好风 这中间其实也没几木齐 对 也就是说白棋这得的远远比黑棋得的多 嗯 然后本来形式黑棋就不好 然后这一下可能就雪上加霜了 对 然后关键是全盘已经没地下了 对 像这样可能就是已经基本上可以宣告黑棋的这个败局已定了 对 从正常的逻辑来说 我刚才简单看了一下 这黑棋能不能单断这个 就是也是刚刚看的 单断什么时候 就是不搬这个 不搬这个 对 但是最长也没仔细看 没仔细看 实战他刚才那个下方没下几乎 黑棋就认输了 就肯定是不太选 就是当白棋靠的时候 他有没有可能单断这个 那白棋最强硬手肯定是接上 嗯 那他是他长可能被长上 那是不是长这个 那我说算了 那是不是黑棋还可以 那比实战要好 好不少感觉 对 但是我可以搬吗 你要搬的话 我这边就是鞋子 对 我这样是不是会好一点 对 这样你飞过来的话 你自己可以围一点 嗯 我还是尝这个 尝这个 尝这个 这样 比实战好很多 好不少了我感觉 嗯 嗯 最起码这地方跳一跳 这对 就有一个穿 还有一个穿 就刺一刺什么的 反正有点味道 嗯 你这地方因为这个鸭子绝对接上 你这进也进不来特别多感觉 对 对 这样好不少 嗯 这样还能真剩应该说 对 这样感觉比实战好态度了 嗯 它实战那个好像就死相比较怪异 嗯 下完之后呢可能就没有任何机会了 嗯 嗯 应该说这盘棋其实原生真还是不太发挥 不太发挥 应该不是他说 它如果白棋如果长 那白棋黑棋再发挥 对那好很多 那这黑棋就可能就不会 就如果我们还是外样的话 等于断的时候你猴了一个 对 但如果吃的话 这冲这一贴其实没吃到多少东西 对 哪怕黑棋再长也行 对 这样都可以吧 就像这样的话 对 白棋肯定是只有沾 大概就是这样 对 然后这样白棋只能这样围 对 它不围黑棋一跳 其实白棋这一串还亏了 嗯 等于都走在里面了 它只能搬的脆 然后黑棋长 这样我感觉是不是白棋不加便宜 这样 应该也还行吧 毕竟这吃了还是挺大的 嗯 但是它味道其实挺坏的 嗯 这一会儿贴一贴 是不是黑棋 这上面还挺大 反正至少它应该这样下 对 这样棋局还漫长 对 这样其实这一搬 其实已经是宣告死亡了 对 因为这后面的下巴就是没有第二个 没有任何变化了 因为只要是有点水平的职业 其实我应该都会下上刚才那个图 对 对 基本上没有什么任何的可以挣扎的地方了 嗯 实际上下成那样其实就已经可以 可以扔了 可以扔了 对 虽然后面又下了很多 还是想顽强一下 对 但其实胜不一定 其实他自己也知道 他就是平复一下心理的 对 对 对 好 非常感谢今天赵哲乐寺的我们带来的精彩讲解 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再见 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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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